Hello大家好我是小K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 时尚最简单的黄金蛋炒饭 今天一定要用到的材料 只有这三种 葱 鸡蛋 还有米饭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剩下来的 这个隔夜饭来做蛋炒饭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选择性添加的材料 四小碗 火腿糖丁 火萝卜丁 玉米粒 青豆 因为正好我家有这四种材料 所以我拿来做炒饭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四种呢 你可以选择用虾仁或者是香菇丁来代替 首先要来把这个饭给再处理一下 虽然是隔夜饭相对比较好炒了 但是隔夜饭它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时候会过于的干 另外它有一些米已经回生了 这样炒出来的话可能口感也并不是特别好 准备一碗开水量不需要很大 只需要这样小半勺小半勺的 往饭上浇 再用这个勺子把它拌一拌 但是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要这样用切的 要用这样用压的把它给压散 目的是让它稍微的再吸收一点水分 不要过于的干甚至是加深 大家能看到吗 这样稍微的弄一弄 一分钟吧 基本上就一粒是一粒的 没有那种成块的感觉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可能需要用手去把它做一个分离 蛋白待用 把蛋黄直接放在这个拌好的这个米里 再用一双筷子 把这个蛋黄均匀的拌到这个饭里 尽量可以做到就是每一粒米都沾到这个蛋黄 可能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搅拌得非常均匀了 大家看这个黄色已经散开 开火炒饭 转到大火锅中加少量的油 油温大概五成热的时候就可以依次下入我们的配料 我们要先将配料炒到八成熟 当然如果你是没有配料的 可以跳过这一锅 重新加一点油 当然这次的油要比刚才炒配料要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但是火呢只需要开到中小火即可 如果你刚才炒了配料的话呢 那么你的锅现在应该是热的 所以很快速的 五成热的油 直接下饭 下锅以后要尽量先快速的翻炒一下 让它的蛋黄快速的熟成 包裹在这个米饭上 更好的形成那种米饭一粒一粒的效果 颠一点翻一翻 效果也是挺好的 开始刚才说的 千万不要用这个锅铲子去做这种切的动作 这样会把米饭给压断 尽量就是这样平着去铲 差不多当你炒到这个颜色已经泛金黄 然后米饰一粒一粒的时候 差不多蛋黄就已经全熟了 这个时候呢 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配料 要把它炒的均匀啊 然后把这个配料的香味 像这个玉米的香甜味 这个火腿肠的鲜味给它炒到这个米里面 因为这个配料我们之前已经把它炒成八成熟了 所以现在鸡膀加到米中炒两下就可以了 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刚才还有一个蛋白没有加 这个时候把它倒进去 物尽其用嘛 不要浪费 因为我们一直在开着火在炒 所以这个锅里面是有这个热度的 是有所谓这个锅器的 所以你这个蛋白放进去啊 瞬间它就是大家看已经成块了 已经熟了 基本上炒到了 大家看到这个蛋白也已经完全熟成了 这个炒饭就已经差不多了 加一勺盐 半勺糖 还有葱花 再翻炒一下 这个是为了让这个糖啊盐啊葱花 给它均匀的炒在这个饭里 给大家看一下 哇很香啊 你们闻一下 这个黄金蛋炒饭非常的香啊 这个味道都不用我多赘述啊 这个像你们想的那种好吃的黄金蛋炒饭 说一下里面这个配料啊 这个青豆跟玉米粒是我非常喜欢用的 从超市里买那种冰冻的回来放在冰箱里啊 随时想吃抓两码就非常的方便 蛋炒饭里面的保留项目一定要放点胡萝卜丁 火底肠呢 加点肉了 如果你家里有的话 你加点虾仁啊香菇丁都可以啊 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了 风简尤人 总有一款适合你 大家看这个颜色 这是有点金黄色 但是你已经吃不出来真正所谓的蛋黄了 这个蛋黄已经包裹在这个米 或者说是已经被这个米吸收了 很浓和的淡的香味 配上一点火底肠 还有各种蔬菜 非常的健康啊 超级经典的一款 有饭 有菜 跟你们一边说一边做 差不多25分钟不到的时间啊 非常的快点 如果你早餐想吃 或者下班没有时间做 诶 正好有剩饭的话 不妨来炒一盘这个色香味季犬 好吃又好看的黄金蛋炒饭 如果你喜欢这个蛋炒饭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更多关于北美旅游美食开箱 企业还有烹饪制作 可以点击下面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这个蛋炒饭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